七天长吗 不长 一晃眼就过去了 无非就是七次睡过去 然后七次醒过来 七天短吗 七天一点也不短 足够产生很多新的想法 比如说读了一本书 或者是跟有趣的人聊了个天 七天足以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 您去干嘛呀 就是把过去七天我受到的启发 这儿发生的变化 去跟大伙汇报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 我是罗胖罗振宇 那这一场呢 是启发俱乐部的第46场 我们是在北京华茂中心的北广场 得到北京学习中心 向大家直播 感谢得到的直播用户 也感谢此刻正在看直播的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和抖音的用户 欢迎你们 还记得大概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去华为 做启发俱乐部的时候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 就这个截怎么截呢 什么截 当然就是中美科技博弈这个截 我问过我身边很多的人 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受 就一想到华为这个词 大家都觉得 哇 我们被卡脖子了 然后一脱离华为这个词 就觉得 其实中国也挺好 我们有庞大的市场 我们有勃勃的市场的生机 然后我们有如此勤劳勇敢的人民 中国科技没问题 过去这一两年来 关于中美科技博弈这个话题 大家的情绪似乎 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摆动 一会儿被卡脖子很难受 一会儿充满自信 我们有美好的未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 历史的演化 它并不会像这样两条腿走路 它总之 它会给我们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到底怎么样 如果在十年后 二十年后 甚至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我们看待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科技博弈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结论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 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中国人 心中最大的悬念 好 启发俱乐部承担了一个使命 就是我们总要找人 把这个话题聊一聊 而且不给大家俗知俗见 那我就翻我的通讯录 翻来翻去 就找到了王玉泉老师 对 王玉泉老师 在我心目当中 他有三个身份 当然他社会职务可能很多 第一 他是一个著名的科技投资人 而且是在美国筹资 投资中国 好像他的业务还有 在中国投资 投资美国 哦 不对 他的业务好像是 从中国和美国筹资 然后投资美国公司 让他们到中国来干活 他的投资业务非常精彩 非常的复杂 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 投资人 另外他还是中国 这个学习市场上 非常活跃的一个 叫中美科技产业的专家 当然在我心目当中 他最重要的身份 是得到老师 王玉泉老师 他的前哨 陪着得到用户 度过过非常精彩的 一段学习的时光 所以带着这个问题 我去找王玉泉老师 我说无论如何 你得来上一次启发俱乐部 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美科技博弈 到底谁能赢 我们这些看比赛的吃瓜群众 往往最关注的只有这一个问题 谁能赢 但是因为找到了王玉泉老师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分外的要求 我说第一 你不许论证 中国不行 第二 你也不许论证 中国一定行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只要你把这个结论放在这 你凑一些论据 就是很容易的 我想知道的是 中国美国 现在在科技博弈 这个心态已经展开 但是事实还在迷雾之中 我想知道 多年之后的 展开迷雾之后的 那个事实 到底是什么呀 我希望王玉泉老师 给我们得到用户 做一个预测 好 这就是今天晚上 启发俱乐部的前因 下面我话就不多说了 有请王玉泉老师 给我们剖析 中美科技博弈 谁能赢 这个话题 好 也请 谢谢 谢谢罗老师 其实 我也是咱们得到的同学 我在得到上也没少学 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确实来启发俱乐部 是第一次 所以也觉得很荣幸 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的最近的观察 就像罗老师刚才讲的 我们今天呢 主要重是讲我们的 看到的事实 和我们根据事实的一些推断 而不是去讲预期和希望 因为我们都希望 未来是美好的 是不是 那其实要看这个事实 是不是支持 所以呢 回到今天的这个 其实是略有点沉重 有点大的话题 就是中美科技博弈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首先呢 我们也要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卡脖子这个事情 是确实存在的 对吧 这个不管是针对华为也好 还是针对其他的一些 中国科技企业也好 这个卡脖子这个事实呢 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存在 这个卡脖子这个现象 那肯定是因为 你有一些短板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呢 在这个中国有很多的长板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这个销量 世界都很大 这是我们的长板 那但是呢 在这手机里呢 可能那个小小的芯片 就成了我们的短板 这个短板就被卡住脖子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要被卡脖子 肯定是有短板 那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你有短板 那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这些产业生态 都不是今天形成的 芯片产业 其实从美国八九十年代 甚至更早 就开始形成一个 完整的产业生态 而且呢 产业生态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它有若干个环节 很多个环节 非常长 这些环节呢 往往是从产业生态的初期 就相互伴随着 相互合作着 一起成长起来 所以我们原来讲过一个理论 叫新木桶理论 现在呢 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呢 叫强强联手 长板和长板合作 打造一个木桶 这个是个短期合作行为 但是产业生态呢 往往是个长期合作行为 当大家都还不是长板的时候 大家都挺短的时候 就互相协作了 随着整个产业起来 做大 每个这个链条 每个环节 也变成了长板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当年 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当别人已经开始搞 这个芯片产业的时候 那么这种时候 它的每个环节 就已经有人在 这个和别人 协作的工作当中 在发展 在壮大了 那到了今天 这个芯片产业 逐渐完备了 那每个链条 每个环节 都有很强的地方 而中国呢 我们这之前呢 没有参与到 这个全球的 很多重要的 产业生态的构建当中 等到我们 这个改革开放 等到我们 打开门户 向别人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的做法呢 不是生态式的 而是 这个 一个一个企业的去学习 我们中国有句话 大家 有个词 大家都很熟悉啊 我们叫做进口替代 有个这个 专项领域 某个环节 别人很强 而且又有钱赚 那怎么办 我跟他学习 然后超越他 这个单项的 学习和超越 中国是 做得非常的好 是领先的 但是呢 在整个产业生态当中呢 有那么多项 你一项一项的超越 你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环节 都超越掉 而且呢 我们容易盯着那些 比较强的项器超越 对吧 这个手机能证 大钱 我们就去学习 超越了 但是呢 那个相对来说 不挣钱的领域 可能就变成 被卡脖子 环节了 对吧 我们今天 你发现 没有这个规律 就是真正 卡你脖子 并不是那个 巨无霸企业 在卡你脖子 对吧 中国不是被 苹果公司 卡的脖子 对吧 中国是被一个 非常小的公司 叫阿斯麦 对吧 它只是负责 这个芯片的 制造的设备 它都不是负责 制造 它是制造的设备 我们都知道制造设备 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 是非常小的一个环节 那公司的规模 体量并不大 但是呢 它卡你脖子 为什么 就是我们讲 因为在一个 完整生态里面 你替代的 都是那个赚钱的 那个看起来 很有利润的 大的环节 但是人家 做起来的时候呢 是每个环节 都有强的地方 你把那个大的替代了 别人还可以用 相对小 但是呢 又能够 比你强的那部分 来卡你的脖子 这个我们认为 是卡脖子真正来源 那好 你如果理解 这卡脖子来源了 你就知道说 第一个呢 人家之所以能 卡你脖子 是有一个完整生态 第二个呢 这个 人家在生态的 很多细微环节 都领先 是因为在生态 刚刚起步的时候 大家就协同 就合作 一直走到的今天 人家在那就领先了 那好 我们自然就知道答案了 我们如何能够 不被别人卡脖子 那我觉得 第一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未来的生态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 今天生态 我能不能继续 不断地 这个进口替代 不断地纺织 把每个环节 都替代掉呢 道理上是可行的 但是难度相当的大 为什么 因为人家是在 这个 协作当中 使得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链条 都长成长板的 你现在 除非是有这么强的 协作环境 而且人家已经强了以后 你去超越 这很难 我们的说法就是说 如果是直到 其实很难超车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弯道 但是幸而呢 现代的科技进步越来越快 每个行业领域里面 有越来越多的科技 推动着这个行业 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行业只要有了大的变革 我们就可以借助 这个变革的机会 去实现弯道超车 那么 所以这个里面 两个重点就一定要把握住 第一个呢 就是要有新的科技 去改变这个产业格局 那才能形成超车的机会 第二个呢 当产业格局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再用进口替代 一对一的去替代的办法了 而是要用产业生态协作的办法 也就是说 我们要面对未来 去培养生态 甚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是那个弯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其实弯道一出现 人家已经开始布局了 当弯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布局 对吧 当弯道逐渐形成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态 已经逐渐的完善起来了 随着这个弯道 越左越宽 变成了直道 变成了康庄大道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态健全起来 就不用担心别人掐脖子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推论 就是说 我们认为未来 科技到底是什么 对吧 我们必须要 事先去做分析 分析到了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 我才好 去做产业生态的布局 才会避免 今天这个被掐脖子的局面 那么好 未来生态到底能不能 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是可以分析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改变社会呢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这个工业革命啊 是最深刻的一次改变 使得科技能够深刻的改变 这个整个现代社会 是被工业革命所改变的 那么 工业革命到底 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 我们说呢 简单的说呢 可以说叫做 这个生产的规模化 对吧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蒸汽机啊 还是后来的电气化啊 不管是修铁路公路啊 还是集装箱啊 它其实就干一个事 叫做规模化 我大批量的 在工厂里能够生产产品啊 福特的T型车 对吧 同时呢 我能够用很便利的交通方式 不管是铁路 还是公路 还是这个海运 能够把这个产品 扩散到全世界各地 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 和规模化的市场覆盖 这个是工业革命 给我们带来的 真正的利益 那么问题是 从这个 上一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 我们都知道 随着这个微型机 包括软件 包括后来的互联网 包括人工智能 一波一波的 这个叫做数字技术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的革命呢 这个科技革命 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做服务的规模化 为什么服务的规模化 以前产品规模化 已经很好了呀 但是其实产品的规模化 不够好 它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就是我们其实 比如说我家里想要一个 我想要吃到一个 这个冰镇的西瓜 夏天很热 但是呢 没有人能够给你提供这服务 其实不是没有人 能给我提供这服务 如果你是帝王 你是可以得到冰镇的西瓜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要 你需要 每个人都需要很多人 给你提供这服务 才能做到 当然这是不成立 就是这个规模化 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卖给你一个冰箱 对吧 你把西瓜 自己放到冰箱里 你就得到了冰镇的西瓜了 所以我们说呢 上一个阶段 工业革命的特点呢 是产品的规模化 它的特点是把服务 固化到产品里 你想要服务 我没有 我卖给你一个产品 对吧 我们都知道那句老话 对吧 我想要的是墙上那个洞 但是呢 对不起 我只能卖你一个电钻 你自己去打 幸而呢 有了所有的这些 数字革命的进展 有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在于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人类的经验 可以被固化下来 而且可以被复制 而且它固化的 可以是人类最优秀的经验 那这种时候呢 就变成服务 可以被规模化 而且是最好的服务 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 那个墙上的洞 而不是那个电钻 对吧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 你不要再去买一个电钻了 我直接给你动 对吧 我就给你这个服务了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是真正的未来 我们叫做服务的规模化 那么 服务的规模化 我们具体怎么体现 那 首先我们说呢 服务都是由人来提供的 对吧 所以服务规模化 我们认为有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呢 叫做职业的增强 就是 我还做不到 对人的服务实现完整替代 因为人的服务的这个灵活性 个性化 是服务特别强大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 一开始初期的时候 做不到对服务的替代 对吧 而只能去给你产品 对吧 那么 好 这个增强 我是可以做到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特斯拉 特斯拉我们都知道 它也搞自动驾驶 除了它现在这个 乘用车搞自动驾驶以外呢 它其实还搞一个领域自动驾驶 其实进展更快 就是卡车的自动驾驶 它做的那个 很大的那个 就是我们都常见的那种货运卡车 它也在做自动驾驶 那卡车的自动驾驶 做起来的时候呢 它考虑的 就不是完全的替代掉 那个卡车司机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叫五级自动驾驶 就什么情况之下 这自动驾驶都能应付 完全不需要人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如果从本质上说呢 自动驾驶是需要学习的 而且学习的这个案例越多 学得越快 但是偶发事件 就是案例非常稀少 对吧 而自动驾驶又缺乏想象力 所以让自动驾驶 在任何场合都能应付 这件事可能需要很多年 才能解决 短期解决不了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要实现 完全无人的自动驾驶 需要很多年 但是呢 这个特斯拉的思路不是这样 特斯拉思路是说 我能不能让一个人 多开几辆卡车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卡车司机 标准配置是开一辆卡车 对吧 那好 特斯拉研究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动驾驶的跟车技术 一个卡车司机 开着一辆车在前面开 后面第二辆 第三辆车 不需要司机了 只要跟着前车就好了 甚至第四辆 第五辆 所以一个人可以开三辆卡车 而不是一辆 你看 他的职业能力增强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 但是呢 这个还不够好 我们知道到最后 一定要实现 所谓叫职业替态 根本不需要人干 对吧 我这举个例子呢 大家可能在很多酒店里 都已经能见到了 叫做云记 酒店服务机器人 他干嘛呢 就是在酒店里给你送货 我们到了酒店里以后 发现旺带拖鞋了 旺带牙刷了 或者说我想吃个夜宵 比如说 我前一阵 在这个国内出差 我就点了个外卖 这个外卖小哥 送到我们酒店楼下 就问我 你是自己下来取呢 还是你让服务机器人 给你送上来 我说当然送上来了 他还专门说一声 哎呀 这个机器人比较忙 你要稍等一等 等一等没关系 等了20分钟 服务机器人送上来了 但是这个服务机器人 送上来 其实也是两个阶段的 第一阶段呢 传统做法呢 是说 它只是做到了 叫做职业增强 也就是说呢 你打电话 给酒店里的服务人员 要什么东西 服务人员呢 听了以后 要把这个东西放到 机器人那儿 再设定说 把这个东西送到 某某某房间 这个服务机器人 才能启动去送 那其实还是需要 人的投入 尤其在人工作 很忙的时候 你还是分他的心 那现在呢 这个酒店服务机器人 就进一步进化了 进化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说 你打电话的时候啊 就是人工智能系统 在自动接听 它能够分析 你的语音与语 它能理解你的 这个含义 如果你是问天气 它就直接给你答案了 如果你是想 要个这个毛巾 它就会把这个指令 下到这个自动售货机 自动售货机 就把这个毛巾呢 直接送到这个机器人 完全是无人对接 那机器人送到你房间 整个流程无人化 甚至说呢 你要的不是 这个毛巾这样的免费商品 你说我要个 这个一听可乐 一罐饮料 那怎么办 也是一样 就是一方面呢 它听懂了以后 下单到售货机 然后由机器人送给你 另一方面呢 你的酒店的房间的 电视屏幕上 显出一个二维码 你可以付款了 你付完款 那个机器人 才会让你开门取货 要不然送到你门口 你也拿不到 整个流程无人化了 也就是说呢 实现了职业替代 那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 未来有大量的 繁重的 大家不爱干的工作 都会被这些机器人替代 比如我刚才就在 华帽旁边 就看到了说 有这个 这种商业场所的 这个扫地机器人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这个扫地 擦地 每天非常辛苦 人不爱干 那怎么办 现在都可以由机器人来办 甚至说进一步讲 就这个 我们再去展望一下 说未来的 这个服务规模化 会成为什么地步 就是大量的工作 都被机器人干了 你在白天 我们都发现 我们的城市 非常的整洁 市容非常的好 到了晚上 我们都回家了的时候 这些机器人出动了 从各个角落出来 完成各个操作 等到天一亮 又回去了 对吧 所以我们生活的环境 永远是很美好的 不需要我们去很辛苦地 努力付出 干那些重复劳动 因为人就不应该 干重复劳动 我们最值得 我们自豪的部分 是我们的创造力 对吧 是我们能够发明 创造更新的东西 而那些重复劳动呢 就交给机器了 所以甚至呢 现在云记在研究呢 叫做机器人操作系统 就是说将来的机器人 应该是全部互联互通的 他们甚至能够 配合着完成任务 对吧 因为机器人可以去协作 完成一个任务 那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 由机器人协作的 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 你看不到他工作 但是你能感觉到 你周围的环境 非常美好的 这样的社会里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对吧 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认清了 服务的规模化 这个发展趋势 就发现说 我们就可以围绕着 这个服务规模化 做产业化布局 因为它也会形成若干产业 比如说服务机器人 就变成一个产业 对吧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产业 围绕这些未来产业 你做产业化布局 我们今天可能并不强 但是呢 大家长期协作 变成这个产业 蓬勃发展的时候 我们每个环节 也都形成了长板 那种时候 就不再会有 被卡脖子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还在讨论 被卡脖子 我们还觉得痛 但是我们 随着我们的发展 早晚想的并不是 如何去摆脱别人 而是自己如何发展的 更好的问题 对吧 这儿我呢 引用这个 美国有很著名的经济学家 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 叫Diego Kami 他这个说法 他说其实他研究了全球的经济 他发现全球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 发展水平 不是取决于先进科技的引入的速度 很多穷国引入先进科技也很快 但是他取决于引入先进科技的深度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用科技 用的人的多少 是不是人人都在用 是不是天天都在用 这个用的频度 决定了整个经济的繁荣水平 那么我们看中国其实也在印证这一点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好 和我们高铁的普及 是很相关的 和我们的手机支付的普及 是很相关的 高铁不是我们发明的 手机支付不是我们发明的 但是在使用的普及程度上 中国是非常靠前的 那么如果服务机器人 如果这个服务的规模化是未来 那就意味着说 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先进科技 我们讲是这个产品 把它整合到服务里 通过服务 把大量的先进科技 带到千家万户 尤其是呢 因为尤其比如对很多老年人 他要使用很多先进科技 有很多不方便之处 因为这个产品 你要让别人去熟悉使用 这是要有一个学习过程的 但如果你把先进科技 转化成服务 让老年人接受 就很容易 因为你本身给他提供的是服务 他不需要了解 后面的这个技术 后面产品到底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把服务规模化做好呢 其实也能够更快的 让先进科技进入到千家万户 也能够更好的 使我们的经济向上来 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有多重意义的 好 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前提 就是说 我们的未来发展 是可以知道 尤其科技产业的发展 是可以知道 有一个明确方向 我们就说 那么围绕这个方向 如何打造未来生态 不光不被别人卡脖子 我们未来还能够繁荣 我认为 培育生态 是现在当务之急 当然培育面向 未来科技的生态 那培育生态 有三部分需要关注 第一部分 就是企业 到底哪些企业 是最主要的 第二部分 是生态 不是一两个企业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 进口替代 未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效了 它是一个 企业如何协作 形成一个整体优势的问题 第三一个更重要 协作背后 是什么样的土壤 才能长出 这样的协作的生态来 这个土壤 我们把它叫做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主要从这三个层次 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那第一个呢 这其实是个老生常谈了 从我们在 得到做前哨栏目开始 就讲这个理论 就是说 现在的创新 已经不是过去的 简单创新 说我拍个脑门 一个idea 一个主意 就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个时间 已经错过了 这机会已经错过了 对吧 这个 现在的科技创新 都很复杂 都需要有 很深的 这个科研 做基础 都需要有 大量的协作 才能开发出产品来 对吧 现在是一个 复杂协作的 科技创新的时代 而且呢 它是个接力赛 是一半一半的交接 我们一直讲呢 就是从高校 出来的先进科技 到企业 来做研发 做出产品 然后呢 再由这个 擅长做科技制造 尤其是中国 有这样大量的 叫OEM企业 来帮你做量产 最后呢 由全球的渠道 推向市场 这四个环节 中国呢 有一点点误解 我们在这儿呢 需要澄清 就是我们呢 过度的看重科研部分了 甚至有企业家说 其实这个 我们企业家不重要 人家科学家 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了 我们只是把这东西 这个复制出来以后 传递到社会上 人人都能用 其实呢 远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 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这个液晶显示屏 最好的技术 叫做QLED 叫量子点技术 量子点技术呢 实际上最早是 这个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 他们一对科学家 搞出来的 然后搞出来以后呢 就成立一公司 叫做Nanosys 这里面还有一个 中国科学家 叫杨培东 也在里面 这个Nanosys 后来也很成功 现在成了全球 量子点技术提供的 主力军 还是企业做得很大 很成功 好 问题在于说 这公司 大家一说起来 都是这个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有七位科学家 一起联合创立 这个公司 但是我想告诉你 背后他们 没说的一个事实 就是这七位科学家 这个他们的 股权加到一起 占比 没超过10% 当然平均 每个人也就是1% 对不对 但谁股权占得大呢 是另一个人 是美国一个 著名的企业家 叫Larry Burke 这人现在已经都去世了 他在二十多年以前 他看到这个技术 非常有前景 他其实已经从 这个创业者 变成了投资人 然后但是他觉得 技术非常好 又回来 自己又投了资 又跳回来 继续做CEO 又回到创业者的角色 然后带着这个公司 走到了今天 当然但过程当中 他自己已经 因病去世了 那么他才是大股东 无独有偶 比如我们说现在 这个中国最领先的 生物科技公司 叫做这个百计神中 百计神中 我们都听说这个故事 对吧 是这个杨晓东 美国的院士 中国的外籍院士 他来主持成立的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现在成了 中国生物药的 这个领头羊 领军企业 但是其实呢 大家不熟悉的是呢 杨晓东 这个 王晓东的比例 也很小 谁的比例大呢 是他找来的 在全球有非常深的 生物医药产业经验的 一位产专家 一位这个经理 职业经理人 叫做欧雷强 他来做的CEO 他到现在 这个欧雷强先生 都是这公司董事 他的股份比例 是在现在所有的 个人股东里最大的 你发现说 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 对吧 就是我们的分配 就其实反映了 我们的贡献 那么好 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科学家不是没有用 有用 所以呢 在这个科技创新企业里 它是有份额的 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科技企业家 它的份额都拿得最大 对吧 如果它份额 这个不拿大的话 这企业可能会失败的 对吧 所以这是市场规律 在起作用 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在整个这个链条里的 核心注意 不是科学家 而是企业家 这个在中国 有很大的误解 包括我们都知道说 科技创新 尤其在美国看 这个实践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法律支持 法律法规支持 叫做拜杜法案 拜雷内拜杜法案以后 大量科技创新 从高校出来 被企业使用了 中国现在也有 类似拜杜法案的 这样的这个法律法规 中国的各个高校 越来越多的高校 也成立了技术转让 经理人 这个办公室 也帮着做技术转让 但是迄今为止呢 成效并不显著 原因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你如果认为科研重要 从科研去 向下走 去做企业 这个的成功率 其实不高 但是呢 你看国际 最成功的例子 是反过来的 是企业家 知道高校的科技成果 都是可以转让的 所以他反向 主动去联系科学家 联系 当然主要联系高校 因为知识产权 归属于高校 而不是归属于科学家 对吧 这个的效率 是非常高的 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 不是中国不能做起来技术转让 因为很多人在说 中国的高校 怎么做不起来技术转化 中国的技术 怎么不能被产业化 核心问题 不是中国科学家弱了 不是中国的科技界 和产业界远了 而是谁是主角弄反了 你让科学家做主角 这事就不成 你让企业家做主角 反过来 让高校能够积极地去 和企业家形成互动 帮助企业家找到 适合他创业的技术 这样就成立了 所以我们现在 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 未来在中国 这会变成一个 主流的形式 就是企业家 能够主动地去找高校 去找那些好的科技 成为自己下一个 创业的核心技术 当然除了研发以外 我们知道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 中国的科技制造能力 都不是全球的第一 而是唯一 我们给了三个定语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我们复习一下功课 就是这个 比较大规模的 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 全球只有中国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 因为这个能力太重要 这个能力重要到什么地步 重要到能够决定创新的生死 我们说 虽然科技企业家 是整个创业链条的主角 但是他如果没有科技制造 做支持 他的生存率会大大降低 我还记得 咱们罗振云老师 跨年演讲里 就举过这个例子 就是美国 这个 Duke大学的教授 David Brady 他到中国 他一开始 是在全球找合作 因为他设计了一个 非常棒的产品 用像这个 螳螂的复眼一样 多个摄像头组成的 一级像素的 这个视频监控设备 非常棒 但是呢 他去了欧洲 去了德国 去了日本 包括在美国本土 试了半天 不可能实现量产 你不可能实现量产 这些产品 怎么可能被市场接受呢 到了中国 很迅速的 就量产的问题就解决了 甚至市场问题也解决了 对吧 那这个其实是很经典的例子 像这样的例子 其实非常的多 就是说 这个真正要实现量产 我们说 为什么在中国能实现 我们自己一个体会 就是一个量产能力 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呢 量产能力 是有很多技术在里面的 就是迄今为止 中国对自己的量产能力 没有给到足够的尊重 我这样呢 再呼吁一遍 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呼吁 对吧 就是我们的量产能力 注意哈 不是国际很多负面舆论讲的 什么你们这个 劳动力成本特别低 对吧 不注重环保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从别的地方 偷工减料 省钱 所以我们成本低 不是这样的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儿呢 我就给大家说出来 我们量产水平高的 真正的理论解 这个理论解 不是我做的 是哈佛的 这个一堆学者 2013年做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是什么呢 他们就研究说 这个全球 大家都在想 预测未来 有很多很多的理论 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规则 什么能预测未来 他们最后发现呢 说预测未来 最准的这个理论 只有两条 其他都不太准 一条呢 是大家熟知的 叫做摩尔定律 对吧 就是每隔18个月 这个计算能力就翻一倍 这个成本就降一半 这个呢 过去这些年一直是准的 另一个呢 大家不太熟悉 这个理论呢 比摩尔定律还准 叫做莱特定律 莱特定律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生产产量提升一倍 你的成本就按一个比例降低 比如说10%或者15% 而且会持续降低 你再翻一倍 又降15% 你再翻一倍 再降15%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中国制造的优势 恰恰来源于 中国制造的体量 因为我们制造的多了 所以我们在里面 接累了大量的know how 就是所谓这些 可能没有变成知识产权 变不成知识产权的 这些行业内的知识 那些经验 我自己前一段都是 专门带一些 我们投资科技企业 去和这个深圳的 OEM企业去对接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对他们而言 对吧 这个国外 完不成的这些任务 在他们眼里 都是可以给你 清晰地分解出来的 我知道这件事怎么做 难度是多少 投入是多少 时间是多少 怎么能完成 一清二楚 就是这些经验 这些知识 坦白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经验知识 我们把它总结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量产化的知识 对吧 注意呢 我们以前以为只有两端 一端叫做研发 就是做产品 对吧 另一堆叫做量产 其实中间呢 有一个鸿沟 就是光懂研发 做不出产品来 量产不了 为什么 因为要把研发出来的 这个单个产品 能够量产 这中间需要有 大量的专业知识 我们把它叫量产化 我举个例子 就是 这个可能很多人 都已经熟悉了 我们投资一个企业 叫Hanson Robotics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机器人叫Sophia 对吧 那么这个Sophia机器人呢 这个 我也可以给大家 公布一个秘密 你看到的是 他经常在这儿 出席个活动 在那儿 参加个什么节目 等等等等 就跟明星一样 但是实际上呢 他比明星有个优势 因为明星只有一个人 对吧 你像走学 你到这儿就不能去那儿 他呢 这个已经在 这个公司里 做出了 接近20个Sophia 所以你今天 看着Sophia还在中国 明天呢 就去了美国 后天就去了非洲 其实他不是一个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都知道工业化 大生产 20个简直太少了 需要的是成百上千 成千上万个 成千上万个 这公司就做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一帮科学家 一帮 也不是科学家 就是一帮 这个工程师们 他们擅长的是 做出一个原型产品来 那么 做出原型产品以后 你要如何量产 这就涉及到 对里面的每一个 零配件的 这个特征 参数 都要去定义的 清清楚楚 而且知道这个参数 拿到这个 批量化生产的 这个生产线上 是有意义的 你要完成这个工作 那对一个初创型的企业 几十人的一个小企业来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所以我们在两年前呢 就帮他对接了 深圳的一个OEM企业 这个企业呢 当然我们也是 这个其实做了一点 这个小工作 就是说 因为深圳的OEM企业呢 一方面他们非常擅长量产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不愿意去接这些 初创科技企业的量产 因为这些初创科技企业量产 量产之前 你要做大量工作 我们讲就要量产化 本身时间就很长 而且要花很多人力物力 去做这事了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你只帮他做量产 这个成本人家是不付给你的 那么 所以我们跟他讲呢 我们有一个概念 叫做制造及投资 因为量产化很需要钱 这个小公司呢 自己去做量产化 既没有钱也做不到 那怎么办 你帮他做 但是呢 我把你所有的成本都记住 等到你帮他实现了量产了以后 等这个公司上市的时候 你把这个成本当成投入 我都给你算到 这个公司的投入里 你在这个公司里占股份 对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OEM企业很苦 我们去南方跑 那些OEM企业跟我们去抱怨 尽管我是给 这个苹果做代工 我是给亚马逊做代工 甚至给中国一些企业做代工 但是那个利润非常的微薄 几乎维持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是帮人代工嘛 对吧 那但是呢 我们讲 这些代工企业 如果能决定这些科技企业的生死 你不应该有这么微薄的利润 这个你应该有一个 甚至说这个科技企业 因为你而不光生存 而且发展壮大 而且上市了 你应该占有它的股份 对吧 这才是合理的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对接的模式呢 就是让它这个前期投入变成了 前期的这个制造上投入 变成了后期的股权 我们叫制造级投资 那这个我们也很高兴呢 就是现在呢 它的量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就是这个过去两年时间 这也不短 花了两年时间 终于在中国的OEM企业的 大量的努力之下 这个这么复杂的机器人 它这个 我本来是要给大家放个视频的 后来这个 咱们得到同事说 这会太吓人了 因为这个它的研发 实际上是把表皮去掉 里面是跟人的骨骼一样的骨骼 然后它马达牵动 那骨骼那眼珠子还会转 然后那个牙齿还会动 就跟骷髅一样 你想想看 一个会动的骷髅 对吧 太恐怖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主意放弃掉了 但实际上呢 就是我将告诉大家呢 是这后面非常复杂 非常难 这么难的事 被我们中国的企业 用了两年时间 解决掉了 这是我们的制造业 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我们强调说 这个全世界 这个应该由科技来主导 是科技企业家 是这个时代的第一生产力 但是科技企业家的一个 最强大的助手 就是中国的叫科技制造家 我是真的是希望说 中国的科技制造家们 要有一天 走到中国的大学里去 走到这个 最著名的大学里去 去当教授 去带学生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些科技制造家 他们做的事 就是使得这些先进科技 能够被批量化复制 而这里面有大量的经验 我原来去参观过 像MIT 它的实验室 尤其比如像MIT的 媒体实验室 就创造很多先进发明的 先进科技产品的 一个著名的实验室 那同时或者像 MIT的机械工程系 对吧 那都是 尤其像机器人 像很多人工智能产品 都是那儿发明出来的 你去参观就发现说 它真的就特别像 我们去深圳看到的 那些OEM企业 那里面的作坊 也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未来 我们的竞争力 取决于我们的动手能力 如果你只是一堆理论 你做不出这些东西来 而如果你有实践 你的理论水平 反倒会慢慢积累 也就是说未来 蓝翔绩效 有可能变成清华 我们是希望蓝翔绩效 变成清华那天 就足以和美国的MIT 去竞争了 这个是未来 那么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是我们发现 资本也在里面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一方面来说 你会看到说 我们刚才讲 这几个环节要打通 需要大量的协作 那协作就要找到 那个正确的合作伙伴 但另一方面来讲 你让创新企业 去找这些合作伙伴 无疑是低效的 它只找一次 对吧 它只用一次 而同时呢 它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去了解产业里 到底谁制造能力强 谁市场能力强 它都不可能去找到 那谁能找到呢 我们认为呢 资本方是最容易找到的 因为你天天 就是在这产业里 干这个事情 你最知道谁是谁 你也知道谁有信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你能够把这个信用 给它传递过去 我们说呢 形成一个信用合作的纽带 这个是资本方能干的事 这个坦白讲 很自豪地讲 就是如果没有我们 去当这个信用传递纽带 那中国的OEM企业 不太敢 花两年时间帮别人干 万一别人不让它 这个投资怎么办呢 对吧 这个美国 这个Hanson Robotics 也不太敢 把自己的记录秘密 都开放给中国企业 对吧 万一记录秘密拿跑了 你中国人自己生产了 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靠什么呢 靠一个信用纽带 就是由资本来做 所以你就看到说 我们说从一个企业的协作上 它就需要 在信任纽带的 这个配合的基础上 需要把它给贯穿起来 有这个科研拿过来 去做研发 做产品化 然后做量产 对吧 尤其我们讲量产化 注意 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 而且有大量的 这个知识产权在里面 大量的经验在里面 是中国的 我认为量产化能力 是中国的产业的 核心竞争力 为什么全球 对吧 都特别在乎中国的量产 就是既嫉妒我们 又拿不走 美国讲制造业回签 它回不去 对吧 为什么 因为量产化能力 只有中国有 对吧 当然另一方面来讲呢 它拿回去也不经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莱特定律 它是和规模相关的 你规模越大 你经验越有价值 你规模已经这么大了的时候 别人再做一个 规模很小的一个生产 它的成本要比你高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它现在制造业回签 它成本会比我们高很多的原因 它不符合莱特定律 但是呢 是不是美国就不能做制造业呢 不是 因为我们如果是制造业的最强的国家 中国可以输出我们的制造能力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就是说 我把我制造能力不光只在中国制造 我还在美国制造 对吧 像这个 像施展老师就讲过 我们的制造能力到越南制造 那不是一个 这个 说另外开一个产业链 而是实际上我们能力的溢出 就是说 我本来能制造十台 对吧 但是加上越南 我制造十一台 当然不是十 可能是一千万或者一亿 对吧 越南再加一点 使我们的整个制造能力继续放大 我们制造能力只要持续放大 莱特定律就会继续起作用 所以我认为呢 中国制造不应该是在中国制造 应该是中国人在全世界制造 因为全世界的制造 都由我们来完成 莱特定律的效果 才会发挥到最大 而同时呢 中国人才会积来 最多的这个 所谓叫做产业化 这个制造规模化的这个经验 而这个经验其实对全世界的科技创新 都是有重大价值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呢 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尤其在这个 我们叫服务的规模化的今天 最后一个市场环节 也发生了本质变化 以前我们说市场环节很简单 就是卖 对吧 你看这之前 这个全世界这些企业 它所谓的市场 其实特简单 就是雇销售 就是卖 但是未来市场 其实往往决定了产业的形态 它就不再是一个卖产品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云记 对吧 其实云记机器人 如果你去 你熟悉云记机器人 下次你就可以考察一下 你发现云记机器人和别的机器人 在外形上很像 对吧 甚至在打开了以后 技术上都很像 但是在一个地方不像 叫什么 叫行为上不像 机器人怎么有行为呢 你会发现说云记机器人 有一个行为是什么 就是他唠叨 对吧 别的机器人 你经常在 比如说在商场里 逛着逛着 发现有一个机器人 很安静地从你身边走过去 对吧 但是你去看云记机器人 只要他在运动的时候 他就不停地说话 用一个很好听的同声 很讨你喜欢 对吧 为什么他要不停地说话 其实是他市场当中 打磨出来的 就不是他自己去 意想出来 我应该这么去设计 而在市场需求 这个引导他 做的这样的设计 因为你设想一下 如果你住店半夜 对吧 我们很多人住店 经常很晚 对吧 十一二点了 那酒店的走廊 走廊又经常很长 对吧 你在走廊里 走着走着 如果是旁边一个 小机器人 悄无声息地 从你身边接近 你肯定吓一跳 对吧 但是如果远远地 就纪念一个同声 唠唠叨叨叨的 请让我过去 不要挡着我 给你讲个笑话也行 不要干扰我工作 对吧 从你旁边过去 你就不是紧张 而是觉得有趣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在这个场景当中 打磨出来的这样的业务 那包括我们 刚才那个 Sophia 对吧 那个机器人 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们 这问题说Sophia好 中国人能帮你实现量产 很了不起 很棒 但是我要一千台Sophia 干嘛是 我说你看 Sophia能干嘛 Sophia能跟你互动 尤其是呢 她能够表情 能够跟你形成表情互动 你有什么表情 她能做出同样的表情 叫做共情能力 机器人的共情能力 会比人还好 你就觉得跟机器人去倾诉 特别有 对方特别有同情心 特别有共鸣 那这事她适合干嘛 适合干客服 客服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代的肯德基 我们都知道肯德基 那个著名形象 那个上校 肯德基爷爷 那个白胡子 人显得很慈祥 对吧 那几乎成了 我相信让你画出来 肯德基这公司的logo 你可能画不出来 但是你回忆起 肯德基爷爷这形象 你很容易回忆起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大脑 更适合记住的是人脸 而不是这个形象 而不是这个logo 而不是这个企业标识 那么问题是 肯德基爷爷是死的 挂在墙上的 如果我用机器人技术 把它复活了 它能够微笑地 跟每个客户互动 而且它能够通过 人脸识别 知道这个客户 你昨天来过了 吃点单点的是什么 反馈如何 我还可以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 宾至如归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下次特别愿意来 对吧 所以未来的客户服务 尤其是人机互动的界面 一定是机器人 当然你可以说 今天这个机器人 还很粗糙啊 它的互动还不够好 其实任何一个先进科技 在刚刚出现的时候 都很粗糙 对吧 甚至都比以前的老科技 因为老科技经过优化了 新科技刚出现的时候 都比老科技 它的水平还要差 这个 我记得罗志云老师 以前也讲过这个道理 但是呢 新科技能够随着不断的优化 总会很迅速超越老科技 对吧 最早的数字相机 比这个胶卷要差远了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 用胶卷来拍照了 对吧 最早的这个唱片呀 很多很多领域都是这样 甚至最早的汽车 都不比马车好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今天这还是一个稀罕的东西 由机器人来完成客户服务 但是十年以后呢 二十年以后呢 可能机器人完成的客户服务 才是标配 对吧 因为机器人的客户服务 是可以不断优化的 因为背后是人工智能 而由人完成的客户服务呢 虽然每个人可以不断的 去自我学习进化 但是这个进化速度 会远远的弱于 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 对吧 所以这件事 早晚还是要由机器人来干的 对吧 你会看到说 咱服务都是一样 这个服务的规模化 这个服务如何做得最好 我们要用技术 用产品 去帮助实现更优的 个性化的服务 对吧 所以硬件 技术产品 要和服务结合 当然也对中国企业 敲了一个警钟 我们中国企业 牛的 强的 是我们的制造能力 是我们做产品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 把产品整合到服务里 实现特别强大的 服务提供能力的话 未来我们可能就很危险 因为用户要买的 不是产品 而是服务 对吧 我举个例子 我有朋友 做了一个公司 如影智能 是做全屋智能 智能家居的 它有一个产品 是为整个楼里会所用的 就是双臂机器人 可以煎牛排 但是注意 它的卖点 既不是说我的 灵活的双臂机器人 也不是我会煎牛排 而是呢 它让这个机器人 去和一个米其林 三星级厨师 学了煎牛排的手艺 它的卖点是 我这个双臂机器人 可以煎出 米其林三星级厨师 煎的牛排 注意 它卖给你的 是这个米其林 三星级厨师的服务 而不是一个硬产品 就既不是机器币 也不是牛排 而是那个米其林 三星级厨师 带给你的 不一样的体验的 那个产品 产品被固化到了服务里 所以这就是未来 那么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第一部分 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环节打通 让科技企业 利用最先进科技 注意把先进科技 固化到服务里 一直能够提供一个 规模化的服务 所以不是我们说的 传统服务 不是外卖小哥了 对吧 而是用科技 能够提供的 规模化服务 使得它能够替代掉 最牛的服务人员 最高档的服务人员 提供的那个 最完善的服务 而且是规模化提供 人人都能享受到 最好的服务者 给你提供的服务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还不够 为什么不够呢 因为呢 它只是一堆的点 我们说过了 一堆点 不能形成一个 完整的生态 尤其是 如果我们只专注 那个最赚钱的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配套的点 如果你没做 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们现在 很高兴看到呢 政府也意识到 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这个 我们中国强的地方 在于我们 对很多先进技术 实现了进口替代 但是我们弱的地方 在于说 这个进口替代 没有形成一个 产业的闭环 这个很多的核心环节 还掌握在别人手里 成了我们的短板 就是 其实是我们 这个利润不够的地方 反倒成了我的短板 那么怎么办 所以政府就喊了 利润不够的地方呢 它叫中小企业 然后喊了一个口号 叫做专精特新 注意哈 不是未来的巨无霸企业 叫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这是现在呢 这个7月份 这个中央政府 刚刚在推出来的一个举措 大力支持 专心特新中小企业 那当然给我们一个 什么启示 就是中国的创业者 就一定要在这上下功夫 不是说 你做的越大越好 不是说你的利润越高越好 因为如果你的利润虽然高 但是你在产业链里没有控制地位 你的这个盈利能力是薄弱的 某一天被人家一卡脖子 就出问题了 对吧 所以政府希望看到的是说 你的这个专业化水平高 特色化水平高 你的这个优势很显著 甚至呢 因为你的优势 你能够支持别的企业 能够不被卡脖子 那这就是一个生态化思考了 所以我们讲第二部分呢 就是中国在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产业生态培养的阶段 而产业生态培养呢 在过去几年里恰恰是我们的弱项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是一对一的单点替代 但是今天呢 需要一个面的东西了 那我们的说法呢 就是说 培养产业生态 不是移栽一棵大树 我们各地的招商引资 都是希望把大树移过来 但是培养产业生态不是这样 需要的是培育一片森林 而培育森林很多时候不光是大树 第一呢 就是大树和大树之间要有呼应 远远的互相不连着 这些大树谁也活不成 大树要一定的密度 大树要互相的协作 第二个呢 大树旁边还要有小草 还要有一个复杂的生态 甚至还要有蜜蜂 还要有很多的配套的这些协作者 所以我们讲呢 第一是合作 第二是分工 那这个呢就变成是 中国现在必须要深入研究的了 那我们就看说合作分工 谁做得好 我们去找一些范例 一个呢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中国被卡脖子 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半导体产业 那我们说半导体产业呢 其实它卡我们脖子的原因 不是今天它才做起来 今天领先了卡你脖子 而是其实呢 好多年以前就做起来了 对吧 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做起来了 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做起来一个 一个标志什么呢 就是83年的时候呢 美国新成立了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呢 叫这个半导体制造研发联盟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联盟是个独立的企业 只不过这企业只干研发的事 那为什么叫研发联盟呢 因为是当时14家美国最顶尖的半导体企业 大家一起出资 根据大小规模不同 一起来出资 凑到一起出了 83年时候出了1亿美金 然后政府匹配了另外1亿美金 以2亿美金作为启动资金 来设立的这么一个企业 叫做Sematech 对吧 那这企业干什么 而且这个企业呢 还要求这个出资方 每家不光要出钱 还要把自己最优秀的研发人员 调过来 调到这个合资的研究企业里 一起来做研发 对吧 那么所以每家企业呢 至少要调人来 调一个人来 要在这工作两年 才能放回原油企业去 所以聚集了各家企业 最优秀的研发人员 干什么 干产业里最重要 最关键的那些领域的公关活动 就是说调集产业最优秀的人员 去供这个产业里最关键的官 那么当然 就会有一系列的成果出来 这些成果呢 在针对性的授权 给到产业里的 这个相关各方 所以才形成了 今天半导体产业的繁荣 也就是说 今天的繁荣 是那么多年以前 大家深度协作的结果 所以即使是巨头 也要协作 那么第二个呢 就很多时候 甚至这个协作 不光是巨头之间 甚至很多不赚钱的 这个不盈利的 这些环节反倒对整个产业生态 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举的例子呢 给个中国的例子 中国迄今为止 我认为 培植新兴产业生态 最成功的是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 在十几年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 成功地培育出来了 新兴的生物医药产业 苏州虽然有传统的 化学要制药的基础 但是第一呢 那个基础远不是中国第一 甚至排名都很靠后 第二一个呢 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 其实区别非常大 我们说这个生物药 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和传统化学药 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 而这个现在呢 苏州我们说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生物制药之都 对吧 这个我们说百计神州啊 很多大批的 这个优秀生物企业 就是在苏州诞生 苏州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在 今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远程的 这个用远程视频的办法 采访了一大批苏州 当年的工业园区的 负责管理的官员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呢 就这些人呢 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 一个机构 叫做冷泉岗实验室 这冷泉岗实验室 在美国非常出名 为什么呢 我们学生物课都学过 这个人类的这个遗传 是由这样 基因决定的 基因的结构呢 叫DNA双螺旋 DNA双螺旋 这结构的发明人呢 叫做沃森和克里克 这个沃森 就是在冷泉岗实验室的 一直是冷泉岗实验室的 这个名誉院长 或者叫名誉主任 当了很多年 前两年因为别的事情 丑闻 这个被辞职了 但是呢 他一直是坐镇 在冷泉岗实验室 所以冷泉岗实验室 是全球生物研究的重镇 那这个苏州干了什么事 苏州请冷泉岗实验室 到苏州 成立了冷泉岗亚洲 冷泉岗亚洲干嘛呢 就常年不断地 开各种学术会议 我们知道生物资料 有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科研和研发 比较近 这个科研出了成果 立刻就可以向研发转化 去做制药 做新药 做产品 那么 所以大量的学术会议 在苏州召开呢 这个苏州本地的 这个生物药企业 就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知道全球最先进的进展 最前沿的进展 那么 同时呢 苏州又很好的展示窗口 这个如果大家到这开会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开发区 如果你觉得好呢 你可以成立公司 就直接就地就进驻了 然后苏州再做其他的配套 整个产业才搞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说 其实全中国 做这个开发区的很多 这个给房子给地 包括给基金支持 这都成了标配 但是呢 只有苏州在这么多年以前 给了一件 既不是房子也不是地 就是摸不着的 不实际的事 是给了一个交流 全世界和顶尖专家交流的机会 而这件事呢 今天大家回顾起来 不约而同地认为 和苏州成为生物药之都 是高度相关的 这其实是我们认为说 中国各个地方 要打造我们的 这个产业生态 特别要重视的一点 就是我们以前招商引资 只注重利税 所以只注重招那些大企业 谁能赚钱招谁 但是实际上 你要形成生态呢 往往真正要让生态 能够活起来的 不是那些大企业 而是那些不赚钱的机构 他们可能更重要 那些协会 那些会议组织者 对吧 那些这个孵化器 他们不怎么赚钱 但是呢 他们对产业生态的培植 其实更重要 那么 我们说这个 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也很重要 就是过去这些年里啊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呢 就是这个试点 然后再扩大 这么一个实践方法 就是邓小平原来讲的 黑猫白猫 抓着耗子才是好猫 所以先比如说 这个要搞试点 在这个深圳搞试点 然后呢 全国学习 也做开发区 也做工业园区 也铺开 那么这么做呢 好处 就是说 这个一个先进经验 可以被迅速的学习 被迅速传播 但是现在呢 慢慢一个负面作用 显示出来了 就是当大家都去学习 先进经验的时候呢 变成了一个 这个互相竞争了 比如说现在 这个生物医药很热 所以很多人就跑到 很多地方 就跑到苏中 去挖那些生物药企业 说你到我这来吧 对吧 然后人工智能热 很多地方就跑到 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重镇 去挖这些人工智能企业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我们讲 变成了互相之间的 这个过度竞争 第一呢 就是大家都不盈利 对吧 因为竞争造成 其实大家都是赔本赚要喝 第二个更关键的呢 它损害了产业集群 我们说产业呢 必须在一定地区呢 形成集群 尤其是这些相关链条 在一个小范围内 必须齐背 它才能形成产业优势 现在呢 东拉一家 西拉一家 就把产业的这个各方 全部拉走了 这个产业集群就不成立了 所以对中国来说呢 我们就迫切地 还要找到一个办法呢 就是如何形成 新的产业集群 那我们认为 它的正解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地方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生态 那么尤其是很多地方 很多小的地方 如果说它没有一个 这个清醒的定位 说我的产业生态是什么 我就去盲目地去搞 那就会带来一个局面 就是你和大的这些 你或者说已经领先的 这些先进的产业生态比 你有什么优势 对吧 你和深圳比 你和苏州比 你和上海比 你有什么优势 你和杭州比有什么优势 所以我发现说 没别的优势 怎么办 出更多的钱 那当然就更糟糕了 对吧 因为你进一步破坏了 整个产业生态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不管是任何地方 哪怕再落后的地方 也能找到 它最适合它的 那个产业生态 然后依托最适合 它那个产业生态 这个理念 来构建 这个整个完善的产业 这个才是正解 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和这个 青岛市政府 和青岛科技局 一直在沟通交流 我们都知道 说青岛也希望 能够在这个科技产业里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当然他们有一些领域 已经很领先了 因为青岛毕竟有海尔 有海信 它的这个电子 这个家电产业 还是很发达的 但是除此以外 尤其是家电产业 相对来说呢 它的产业的科技革新 没那么快 这个新兴这些科技产业 青岛如何能够介入 能够有更长足的发展 这是我们一直 跟他们讨论的问题 最后我们发现说呢 虽然在很多新兴 比如生物之药 比如人工智能 这些时髦领域里面 青岛看似没有优势 但是青岛有一项很强 就是它的所谓 疗养的圣地形象 毕竟在海边 然后建了很多疗养院 很适合 尤其天气 一系列的条件 很适合疗养 那我们就跟他们提 其实现在全球 有一个领域是非常新的 叫什么呢 叫做长寿科技 因为人人都想长寿 那长寿科技什么概念呢 就是要让你第一呢 寿命长 第二呢 不光要寿命长 还要活得好 活得健康 活得愉快 这个生活质量要好 这些都在长寿科技范畴里 那么如果疗养 去疗养的人 肯定对长寿有追求 如果你把青岛打造成 长寿科技之都 来这儿疗养的人 你就很容易推荐给他各种 通过科技 使得他的生活水平提高的 这样的产品 或者这样的服务 那他可以把这服务带回去 这就是青岛的优势 那么但是呢 这个优势如何能够实现 我们也讲过说 你就要开始吸引企业来了 对吧 你要形成产业集群了 你要让这个 而且产业要互相的协作 让产业能够落地 要配套才行 那么这儿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前面讲 服务规模化呢 就是这个核心 是要把人类的经验 尤其最优秀的经验 能够固化下来 那其实人类有什么经验 很多医生 就有很多的经验 有一种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对眼底的照片的分析 能够对很多疾病做诊断 这个经验呢 不是人工智能才发现的 其实早就有了 就是分析眼底的照片 然后对疾病做诊断这件事 早就有了 很多医生都能掌握 但是这个掌握起来不容易 因为他要花上千小时的学习 才能掌握 所以呢 全中国有这个能力的医生 也就是以千计 也就是千 这个三位数到头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不能让大家广泛使用 那现在好 人工智能来了 人工智能训练了上百万个照片 尤其是和专家的这个分析做对比 最后呢 训练出来 人工智能对眼底照片的诊断水平 甚至超越了所有的专家 好 这个东西就可以被复制了 问题来了 说这个东西要被复制的话 你虽然有了技术 但它不是一个服务 对吧 如何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最方便 最便捷 而且最便宜的去得到这个服务 这很关键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青岛 如果你要打造长寿之都 你不光是要引入科技 而且你要能够掌握科技 如何能够更好的服务 老百姓这个服务能力 尤其是规模化的服务能力 所以呢 我们就正在跟青岛试点这个项目 这个跟青岛市科技局一起合作呢 15万人的青岛的 用这个Airdox技术 做眼底健康情况的筛查 为什么15万人 就是一定规模 你才能掌握规律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的目标可不是15万人 我们的目标是 当我掌握规律以后 我就知道如何更好的 把这些设备放到 这个大家随时可以获得 随时可以去检查的那样的场景 和那样的地点形成持续长期的监控 将来使得每个人都能获益 对吧 也许不久以后 你去青岛出差 甚至不是不光是去青岛 去每一个地方出差 在机场 在高铁 候车室 你都会看到这样的设备 你花一分钟 拍个片子做检测 你就得到了这个 自己数据的这个分析 然后你每年做几次 持续的做 你的健康就有人帮你把关了 对吧 这就成了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认为呢 就是如果我们 这个把 人和一个地方 它的特色优势找到 然后和先进科技结合 而且在结合我们说的未来趋势 叫做服务的规模化 再去为它打造这样的生态 每个地方都一定能够 找到自己的优势领域 当每个地方都打造 属于自己的优势生态的时候 这些地方互相之间 就成了良性竞争 对吧 因为如果我是人工智能的重镇 你是生物医药的 生物医药之都 咱俩的竞争 咱俩或者只能是互相学习如何打造生态 而不存在于抢夺 优秀科技企业 因为属于你的企业 一定会到你那来 对吧 因为每个科技企业都懂 对它来说最重要的 不是你给它补贴的那点 房子地 或者是那点 这个钱 因为那毕竟是一次性的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最适合它发展的生态 使它能够茁壮成长 最后成为参天大树 成为真正 未来的这个科技产业的赢家 所以那个对它来说是更重要的目的 它需要那样的环境 如果你能够营造那样的环境给它 那当然就不存在 被别人通过这个 给钱 给房子 给地 来挖角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就是生态建设 尤其在中国 需要因地制宜 而不是恶性竞争 我们设想一下 今天其实各地 还是恶性竞争蛮普遍的 如果我们全国各地 都能够因地制宜 找到适合自己的优势领域 那么这种时候 就变成一片良性竞争 而且中国那么大的广阔的地域 那么每个领域都可以被覆盖 每个领域我们都形成了 独有的优势生态 那么在全球 我们被卡脖的机会 我相信就大大降低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 真正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形成 每个地区形成独特生态 然后全国范围 每个我们说的优势领域 都有生态 都有自己足以和别人竞争的生态 我记得原来中国曾经 讲过我们的优势 就是罗志云老师 一开始讲这个话题 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域被卡脖子 另一方面我们又很自豪 我们自豪的就是在 联合国说的产业领域 各个分项里面中国全有 但是问题是中国全有不行 我们未来要说的是 在联合国规定的各个产业领域 各个分项里 中国都形成了完善生态 那种时候 当然别人卡不了你脖子 所以生态建设 是中国现阶段的重中之重 我们也很高兴 政府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所以叫补链专项行动 那个弱的要补 但是我们要稍微再往前推进一步呢 就是补现在不如补未来 对吧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链 你再去补有点难度了 但是未来的链 你从一开始就用生态的思路去培养 就不存在短板 就让每一个今天还比较短的 这个生态的环节 随着大家的协作一起共同成长 未来都成为长板 都成为自己的强项 对吧 那中国就不太会被人家卡脖子了 那第三一个呢 就是这个产业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呢 就是要有这个文化基础 那文化基础呢 我们都知道哈 中国以前呢 一直也被批评 就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呀 不适应现代化 对吧 其中一个经常批评的就是 所谓中国这个费孝东 费孝东先生讲的这个江村经济 讲中国的圈层文化 你又是圈子 又是层子 又是层次 又是老乡之间怎么怎么样 对吧 亲属有别 这个非常不适应现代化 现代化应该是海洋 这个海洋文明 应该是这个这个通用信用 应该人人互相之间都是一视同仁的 等等等等等等 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还真的不认为是这样 为什么呢 还是一样 就是罗老师的要求 我不是给大家讲一堆这个希望 希望中国有用 不是 我们是做事实的观察 我这些年观察呢 就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得跑深圳 为什么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创新 得跑中国来制造 其实答案啊 上次这个罗振云老师 这个跨年演讲已经提到了 就是罗老师讲 这个得到自己做这个得到阅读器 得到阅读器说要好几十个企业的合作 而且这个环节是反来回的 不是一个环节 所以上百次的这个合作的交互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是在西方 如果是通用信用 如果是大家一视同仁 大家所有的合作靠什么呢 靠法律约束 好 这几十家企业互相签合同 怎么签 我相信没有几个月是签不下来的 所以你看 你要动手之前 先花几个月签合同 对吧 这件事就麻烦了 对吧 因为现在明显呢 这个产业的需求和那个是抵触的 产业需求是什么 就是既要有深度协作 确实要这么多家才能完成任务 任何一个电子产品 对吧 都不是一家能完成的 至少涉及到几十家企业协作 但是问题来了 我还需要快速协作呢 得到阅读器 能不能再签合同就等好几个月 对吧 等不了 必须要快速协作 对吧 那好 快速和深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所以你会看到说 西方社会擅长的是什么 不是深度 是快速 对吧 因为我只是贸易 海洋文明适合贸易 对吧 大航海时代的核心是贸易 贸易是一次性交易 这个没有问题 快速协作 因为不深 但是今天呢 其实需要大量的深度协作了 这时候呢 海洋文明就不行了 那需要什么 需要以前就知根知底 所以我打赌 我没研究过 但是罗老师如果再回去挖掘一下 对吧 就是他做这个阅读器 这个几十家企业 我打赌他们以前互相之间 早就合作过 对不对 因为以前有协作 协作如何协作 形成了惯例 根本不用靠法律去约束 所以才能快速合作 所以快速合作核心是什么 是要有圈层 而这个圈层 那为什么我们说 以前的圈层不可取 因为以前的圈层是什么 是人际关系 是老乡 老乡嘛 如果一个人做坏了 我不能批评他 对不对 但是你看深圳 你看包括我们的 珠三角 长三角 现在协作靠什么 靠能力 如果能力一个人做坏了 对不起 下次不找你 因为你损失了你的信用 但是你做得好 下次还找你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依然是有圈层 但是我们不是依托于血缘 依托于地狱 而是依托于能力 我们叫做能力圈层 为什么我发现这一点 我发现说 人真的是以群分的 就是你去深圳 你找一个做电子的就很容易 然后你通过一个做电子人 找到其他做电子人就很容易 但是你要找做汽车的就难 找做汽车的 你要跑这个长三角 长三角找到一个做汽车的 找到其他做汽车的也很容易 他们互相之间 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产业 所以形成了同一个圈子 而因为他们能力不同 形成了不同的层次 老板对老板 对吧 这二十多家企业 一起来为得到作业读器 一定是老板 互相之间都是朋友 都知道怎么合作 然后呢 在业务层面呢 这些业务经理们 互相之间知道怎么对接 老板不用管对接 但是老板要管合作顺畅 不同的层次 去对接合作 然后呢 同一个圈子 是因为是同一个行业 所以你看 圈层放到一起 放到能力范畴里面 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强大的 既能快速协作 也能深度协作能力 正是现代科技 甚至是未来科技产业 所最需要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我们认为呢 过去 这个海洋文明 这个诞生了一个词 叫做Pro Business 叫亲商业的 就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所有的设计 应该使得商业合作更顺畅 但是未来 光Pro Business不够了 光亲商业不够了 因为我们要亲创新 对吧 因为创新需要生产 更复杂的产品 甚至说你这个产品 还要固化到服务里 你还要和服务结合起来 对吧 越来越复杂 那么这个复杂的协作 就很重要 那这个复杂协作 才是 如果能够 复杂协作 如果能够实现 这个未来才是光明的 那么如果能够支持 这个复杂协作实现 这个文明 才会有未来 对吧 所以就相当于说 大航海时代 其实催生了 亲商业的 西方文明的发达 一样 那么未来 我认为 未来的全球创新的需求 将会催生 以中国的 这个经过改造的 这个圈层文化 就是能力圈层为基础的 新文明的 全球的普及 对吧 我还记得 万维刚老师 就曾经讲过 西方怪人那本书 对吧 咱们得道理 就讲说 这个西方 其实是偶然现象 就是西方那个 所谓叫这个 海洋文明 并不是普遍的 人人都是遵守的 只是少数国家遵守 但是呢 因为商业本身 就是一种 达尔文进化论的 这个产物 对吧 就是这个 随着你在商业上 有优势 你就会迅速地扩展成为 全球都遵守的一种文明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 据此类推 就是因为现在 我们看得见 对创新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 而且创新需求背后 也在呼唤一种新的 能够更好支持 创新的文明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说 如果中国 能够贡献出一个 新的文明 能够支持到 全球的创新 可能今天 它只在中国 只在中国的 珠三角 长三角 但是 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 它就会形成 全球共同认同的 未来的文明 这是我们真正希望的 那么也就到了 我们最后 回答的这个 回答这个 罗老师一开始 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就是中国 到底能不能赢 首先呢 我们做一个回顾 就是说 中国能不能赢 取决于你放在眼下 还是放在未来 我认为放在眼下 赢的机会不大 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不大 为什么 人家这个生态 早就布局好了 放在未来 很有可能赢 对吧 谁对未来的布局好 谁就可能赢 那么未来的布局 分三个层次 企业层次 你的着眼点 是放在科学家身上 还是放在企业家身上 对吧 如果你认为科学家 创造了一切 那就很麻烦 如果你是尊重企业家的 尤其是尊重科技企业家的 你承认它是第一生产力 那这个机会就很大 那产业也是一样 你是要移栽一棵大树 你还是进口替代 还是说 你干脆要孕育一片森林 你是要形成一个产业生态 那么这个 就会有巨大的区别 如果你为产业生态而努力 你愿意甚至为培育产业生态 而投资一些不赚钱的环节 那么你未来就可能很光明 那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你到底是继续遵守海洋文明 只是习惯性地继承别人的东西 认为那就是天条 那就是不可违背的 还是你面向未来 去开发出来更新的文明 我觉得就会有 未来看起来就会有巨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的核心 其实很明确就是面向未来做布局 尤其呢 我认为其实 总结下来呢 还有另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任何一个先进的文明 它在随着商业的扩张 和商业合作的增强的时候 它的文明也会被全世界所认可 所以我们认为说 中国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 我们不光在科技创新上 在科技产业上 要做全球化的布局 我们在文化上 也要做全球的合作 因为当你的文化被认可的时候 你的商业合作 就是更 这个牢不可破 更强大 更持久的 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回到说 中国能不能赢 我认为 如果中国的文化 成了全球最支持创新的文化 而且被全球普遍地接受 如果中国的协作 中国的可以创新的产业协作 不是以中国地域为划分的 而是全球的产业协作 一个全球协作网络 就像罗正恩老师讲的 今天的竞争 已经不是拳击手之间的竞争 已经是拔河了 甚至如果是多方拔河 是一个复杂局面 这种时候需要的是你的协调力 是你的掌控力 而不是你把竞争对手干掉 那么从这角度讲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态 有这样的文化 有这样培育企业的机制 我可以说 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一对一竞争当中 干掉某个人 但我知道我们在全球的地位 全球的价值一定是最大的 一定是最受全球所尊崇 所尊敬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 好吧 我就说那么多 机会还给这个罗老师 好 非常感谢王宇全老师 很少能看到这么有深度的演讲 当然我们也很少能够遇到这么棒的嘉宾 可以文不佳点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这个王宇全老师真的是 老天爷赏你吃这碗饭 不仅是好的投资人 还是好的思想家 还是好的演讲者 我身为大家的学习委员 我先报告两点 我刚才坐在下面 我的一个感慨 我觉得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王宇全老师那个判断 这是一个服务业规模化的时代 几百年来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科技场面 对吧 都是这个世界在我之外 它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精巧 越来越高级 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但是可能只有我们这代人 能够突然遇到这么一件事 叫我的个人的特性 个人的技术技巧 能够通过那么复杂的一个技术系统 规模化的服务于我的用户 这点王宇全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都含毛倒数 非常之兴奋 正像最近我听到的一个 一个搞自动驾驶产业的一个朋友 在跟我讲 他说自动驾驶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成熟 造一铁壳子你上去你安逸目的地就能去 这过程当中完全不用干扰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哪一年会实现 这过程当中有很多技术门槛 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马上就能实现 什么呢 叫云代驾 大家想想 自动驾驶技术只要实现到一定份上 代驾的师傅就不用在酒馆门口等着你 对吧 他可以在家像玩游戏机一样 接管过你车上的自动驾驶系统 在家里可以把很多喝醉酒的人送回家 对 人通过技术系统规模化的服务于远距离的另外一个人 这个场景太让人兴奋了 对吧 对 我特别期待一个技术 比如说按脚的技术 这个能够成熟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宣布 假设有成熟那天 来购买一台得到阅读器的朋友 罗帕给你按一次角 只不过是云按角 对吧 有那样的一个技术 是我的技术 是通过技术服务于你 我觉得这样的未来特别精彩 那我估计雷军老师可能你买台一台小米12 他也能愿意给叫雷氏按脚发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有趣的多 这个世界会变得有温情的多 一个个人的技术 人的这个特性 能够远距离地传递到你的身边 这是我觉得王俊权老师 今天晚上给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脑洞 我自己还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deserve 我们应该享有的未来 而且一定会享有 这是我的一个感慨 还有第二个感慨呢 就是我觉得他今天晚上的整个的内容的结构 充满了一种智慧 刚才我坐在底下想 其实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 是去年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的教授 克里斯腾森 他讲的一个理论 叫冰球理论 我们知道冰球场上那个冰球跑得是特别快的 所以如果一个傻的冰球运动员 你的行为方式就是追着冰球跑 而一个聪明的人是什么 是判断冰球的落点 往你预判的那个落点去跑 我觉得这个比方 十年前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为之一震 今天在刚才启发俱乐部的现场 我再次找到了这个感觉 王云全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被那种一惊一乍 我们这段时间经常在不靠谱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 震惊 兴奋 中科院又有正大突破 我们可以看到能多少 什么样的光刻机突破 这毫无意外都是假新闻 那为什么这样的假新闻 它能够存在 就是因为它真的让人兴奋 我们中国人过去两年间太多的注意力 被这些在点上跟别人的较劲 我们卡脖子是不是把人家手扯开了 在这件事情上反复的被人调戏 但是王云全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要考虑下一代未来 而那个未来它一定会出现 对吧 基于不同的技术基础 基于不同的人类协作方式 基于不同的产业结构 我们人类一定会有下一个未来 因为就在过去两百年间 这样的一次一次的 全人类的技术大迭代 已经发生过三到四次了 而这一次马上就呼之欲出 我们稍微关心一点实事的人 都会知道那些词一定会叠加在一起的 什么大数据 什么云计算 什么人工智能 什么产业互联网 再加上能源革命等等 这些事就在把一个未来 马上就要拖出来 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 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未来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吗 用王宇全老师的未来蓝图理论 或者用克里斯腾森的冰球理论 我们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代 切换一个思考方式 我们判断在那个蓝图里 中国人会扮演什么角色 我自己听起来作为一个科技的外行 我觉得有几点 现在是可以预判的 第一点可以预判的是 中国人一定不会让人弄死 这么难以国家 怎么可能 我们一定会以我们的人口的份额 享受一定的利益 尊严 份额 第二 美国也不会被弄死 对吧 美国那么大的国家 也为人类文明做出那么大贡献 虽然短时间内跟我们关系不好 但是三亿人口 他也不会被弄死 对吧 他也不会急出局 那我想第三个确切的 现在就能够预判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蓝图里面 也是根据谁提供最多的贡献 谁享有更多的尊敬 谁的生活方式 谁的制度方式 就享有更当的正当性 第四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 提供最多增量的国家和文明 他凭什么 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至少在今天 我们看未来 有这么四点 是不是确切的 它一定会出现在未来 所以 前两天 我跟一个学者 张笑语老师聊天 他就跟我系统地回顾了 过去二三百年的 现代化过程 他说现代化可能不是 由任何一个原因导致的 可能既不是技术 也不是社会组织方式 也不是政治制度 他说 看来看去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导致 现代社会的诞生 就是 增长力量 就什么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 奇妙的增长的力量 不管它是 两千多年前的菲尼基 还是 中世纪的时候的威尼斯 还是 中世纪晚期的汉萨同盟 还是近现代 我们看到的西欧 还是过去一百年的美国 谁往人类文明的 这个蓝图里面 贡献最大的增长力量 谁的生活方式 就将获取正当性 所以我听了那段话 再拿来和王宇全老师 刚才的这段演讲 相互印证 是不是我们心头的雾霾 就又将被驱散了很多 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 启发之夜 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用户 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 然后我们请王宇全老师 返场来做一个回答 好 那我们有同事可能正在整理问题 我们今天在场的同事 也可以考虑一下 你会向王宇全老师 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先代表用户 向您提一个问题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 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 我是特别犹豫 就是逆全球化这件事情 是不是正在发生 那现在我到底是选择 背靠中国市场 背靠中国的 您说的量产化能力 我就干脆做内循环的生意 还是要勇敢地放眼全球化 以某种方式 把我的生产 制造 研发 架设在全球的一个架构上 我最近是听到很多朋友 在跟我聊 他面对这个歧路 面对这个选择 那他应该怎么选 请教您 谢谢罗老师 我觉得总结得 比我演讲得好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确实这是很多人 都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尤其是全球局势 那么不确定 怎么办 那我们觉得呢 其实所有的布局 都是发生在不确定的时候 如果这事都确定了 那还没等你布局呢 尤其中国人 早有一万个中国人 比你更早布局 那你基本没机会了 所以一定要提前 还是我们讲提前量 那既然你提前 你就知道一定全球化是趋势 当然你也要想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以前中国的全球化错在哪 以前中国也做全球化 对吧 这个逆全球化的很多的举动 也是针对中国以前全球化的一些 不够好的地方 那我认为最大的错处呢 就是合作的深度 不是浅了 而是 不是深了 而是浅了 就不是说我以前合作错了 而是合作的还不够深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是 这个把自己产品卖出去了 经常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 我的产品销出去了 渠道是别人家的 这个用户反应不知道 这个用户是谁不知道 现在呢 好处在哪呢 就是数字时代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大量的 这个叫这个跨境电商 尤其跨境电商平台 给你大量的用户反馈数字 所以你对用户的理解 可以避嫌好很多了 那么这不是正是 你这个全球去布局的时候吗 对吧 而且你全球布局呢 甚至能做到更加的个性化 更加的针对性 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说 好 中国制造能力确实全球很独步 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大的体量 你那个莱特定律的优势 就不够明显 那怎么有最大的体量 当然如果你只在中国生产体量 一定是不够的 你如果全球的生产能力 都被自己锁定下来 你当然莱特定律就发挥到极致了 对吧 所以这种时候呢 就一定是逆势扩张最好的机会 别人不出去 你出去 而且别人出去 原来只是做贸易 你出去就去制造 对吧 就我们讲的这个 美国制造 美国政府 这个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 比较延续的一个策略 就是都在喊制造业回签 对吧 但是美国的制造业回签 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 对吧 你想过这问题没有 不是美国人自己把制造业迁回来了 因为我们说过了 根据莱特定律 美国人自己搞制造 它那个基数不够 它上来就没有莱特定律优势 所以美国制造业回签 最大的可能性是 中国帮它在美国制造 我本来在中国制造了一份 在美国再制造一份 而整个这两份 它可以共享中国强大的供应链 因为我们制造的最大的优势 另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强大 这个制造 其实在美国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少比如说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 为什么出去 因为你离客户近 客户需要快速响应 你那个终端厂离它近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 你那个整个供应链 不能全搬过去 因为很多的零配件生产 真的就是中国有优势 所以中国企业家 这就是一个新的考验 你如何在一个 全球化生产的未来图景之下 去合理地安排供应链 哪些要放在中国 哪些要放在美国 哪些要放在中间 甚至有很多东西 未必是放在中美的 有很多东西可能 比如放墨西哥更好 甚至放在欧洲更好 甚至放在南美更好 等等 所以我们认为 这对中国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能够完成这个新的挑战的企业家 就会升格为真正的跨国企业家 就会有特别辉煌的未来 谢谢 好 非常感谢王云轩老师 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场知识盛宴 刚才身为一个文科生 被这样的投资人 观察家 思想家给夸了 全中国文科生的骄傲 文科生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学的知识有什么了不起 王云轩老师其实刚才夸的是一种 观察世界的视角 就是能不能够洞察需求 能够洞察人性 这事跟你学不学文科 没有什么关系 好 最后 我推荐大家一本书 正好接住王云轩老师这个话 就是这两天我看到的一本书 在得到电子书库里面有 叫常识工作法 这本书不是什么理论著作 它就是用半开玩笑 半漫谈的方式 给大家讲了很多常识 就是这个世界 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其实就是回到常识 回到一个人的基本感受就行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经常进到酒店房间之后 就会被吓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房间通电了 然后电视就亮起 然后上面就打着一行字 欢迎罗振宇先生入住 然后就各种声光电 就各种各种画面 各种欢迎 然后我就慌不择路的 要找遥控器 我得赶紧把它关了 经常是还没有找到遥控器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把电源给它拔了 其实我特别理解 这个酒店的研发人员的好意 你看罗振宇先生 我们欢迎你 但是我的念头是两个 第一 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了 第二 我多少年都不看电视了 为什么 电视这个鬼东西亮了 让我这个环境 我极不舒适 其实这就是常识 对吧 你回到人的视角来看看 你的产品 真的在为人服务吗 真的没有干扰到别人吗 就是换这么一个角度就可以 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挺有意思的 常识工作法 他就讲了大量这样的细节 你看 怎么样洞察人性 其实 想想我们自己 将心比心 这就是最好的洞察 每一个文科生 尤其是比文科生更高级的理工科生们 利用这样常识 来洞察人性 就可以骑上 王一轩老师刚才给你描述的这一批 时代快马 然后完成你的创新 好 本周的启发俱乐部到此结束 感谢今天所有的看直播的用户 我们下周三启发俱乐部再见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